余蕾作品 我是余蕾 今天和您聊一聊 普通人对佛教最常见的四大误解 第一个叫神佛不分 中华文化兼容并蓄 对于劝善的宗教都能广为接纳 流传至今 凡是持乡礼拜者都认为是佛教了 其实呢 很多都是民间的信仰 比如城荒爷土地公三太子妈祖 都被门外汉披上了佛教外衣 但是 他不知道神佛二者 其本质愿力迥义应当救命 神为六道轮回的众生 属于鬼道的有福德者 或者生前对国家人类贡献卓越 后代为了追思恩泽 立庙祭祀 或者是因为民智未开 对自然现象无知 于是对山川雷电产生了敬畏之心 人们认为神有掌控万物的生杀大权 有主宰集勋祸福的能耐 却不知道 神本身也是世间凡夫 他的宗旨呢 不外乎以劝善为主 并没有圆满缜密的思想体系 拜神寻求的是现实庇佑 消灾 但是无法究竟解脱 其他宗教对所认定的神 神与人是主仆关系 永远无法平等 而佛呢 则是放下了王位妻儿 寻求真理的修行者 是出世的圣人 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理 证得了通达本性的智慧 他主张一切吉星或福 皆由人自照 若不在心地下手 彻底改善自己的思想行为 盲目的崇拜是无法趋及避凶的 更不可能净化自己的人格 佛陀以慈悲喜舍对待一切众生 他是一个指导者 因此佛与人是师生关系 只要依其教法 人人皆可成佛 因此就本性而言 佛与人是平等的 第二个误解是什么呢 智迷不变 经常有人批判信佛是迷信 什么叫迷信呢 就是不经过思考和理性的明辩 迷迷糊糊地相信 那叫迷信 批判佛教的人 往往从来没有听经文法 甚至连佛的本意也不知道 就主观地认定佛教为迷信 那这样的批判者 才是一种盲从和迷信 什么叫自信呢 凡是通过智慧的判断 冷静的观察 确知为善良美好 能令人解脱者 然后才去接受相信 这个叫自信 佛教非但不认同迷信 甚至鼓励以理性来探索和质疑 这样一种宽容大度 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是自信的象征 也是佛教和其他宗教 最大的不同 第三个呢 是民俗外道 误以为是佛教 民间有许多习俗 或者外道的种种作为 那都跟佛教没有关系 比如说算命看相 以抽签啊 补挂啊 紫微斗树 摸骨等等方式 来断言一生的祸福 这是由于那人 对自身未来迷惘无措 希望能够借此指引方向 而佛教则主张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自己的起心动念 能决定今后的命运 不需要依赖算命 应该自己来转化姻缘 第二个 比如说地理风水 地理风水呢 和南北极磁场 地下水流等等有关 这是有一定科学依据 是合乎自然的 对没有断货正真的凡夫 的确是有影响的 但是如果已经证到 阿罗汉国的人 所到之处 皆是光明净土 这就是凡夫静转心 圣人心转静 然而佛教注重的是心法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内在的心性 远比外在的地理 更加重要 还有跳大神 那这是民间信仰的仪式 以灵梅为桥梁 进行种种祈求 这个绝对不是佛教 它是巫术的范畴 还有烧纸钱 烧纸钱呢 始于汉朝纸商的 一种促销术 那么到现在呢 衍生出了纸扎名句 起令王者受用 佛教主张 若欲做功德 当以王者之名 布施印金 供养三宝 更能利益王者 你用烧纸钱 那烧冰箱 烧彩电 烧电脑 那是轨道能受用 但是死者 未必投胎轨道啊 还有就是杀生害命 当作供品 不知情者 往往以积压鱼肉 来供佛 以表示尊敬 可是佛教 以慈悲为怀 主张众生平等 尊重一切 有情生命的生存权 而且六道众生 生生世世 互为眷属 焉知所杀者 非过去生的父母骨肉呢 所以根本戒律 要不杀生 最后一个对佛教的误解 就是什么呢 消极悲观和崇拜偶像 佛陀揭开了生命的面纱 彻见他的本质是苦 空 无常 对于佛法没有深入者 往往依文解义 认定佛教是消极而悲观的 其实佛教对造恶消极 对行善度众 那是抱着舍我其谁的态度 十分积极 佛教愿意拔一切众生之苦 因此是慈悲观 而非悲哀观 更有人批驳说 出家是不孝 逃避责任 殊不知 多元化的社会 需要各种人才 心灵救度的大任呢 就应该有一些 善知识来承担 地藏菩萨发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这是何等的积极呀 还有一些 其他宗教和学者 经常批评 佛教崇拜偶像 但是他不知道 佛教施设的佛像 是方便气和根气 让礼拜者 见贤思齐 学习佛的精神和行为 并不是祈求保佑 就如同 国旗 国歌 十字架 都是精神的表征 佛像也是表法的 佛教 原本就是 极相离相 不离世间 不染灼世间 而金刚经 更是巨巨破相 哪来的崇拜偶像之说呢 但得无相 疾心疾佛 以上呢 就是世人对佛教最常见的四大误解 希望诸位可以修学智慧 一切无碍 我是鱼雷 再会 鱼雷作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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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